来 怎么是你啊 你昨天把它落在我这儿了 今天给你送过来 谢谢啊 没事 对了 我给你打听个事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婉儿小姐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 就是我听说 府里有个叫婉儿小姐的 走丢了好多年了 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 我听说赏金特别高 那被我找着了 那我就发大财了 大白天的 别做什么白日梦了 我有事 我先走了 难道被她发现了 不可能 一定是我想多了 我听说 你没有听说过婉儿小姐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顾府一直在重金寻人 要是被我找着了 那我就发大财了 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 是不是服侍奶奶的时候 有了麻烦 有了麻烦 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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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什么麻烦 奶奶怕苦 今天换了新的药方 比之前苦了许多 奶奶可喝完了 那是罪人 一滴补上 还是说 你瞒着我 又惹了什么新的麻烦 怎么会 是吗 话说 卢大夫这新方子 效果真不错 奶奶喝了 感觉人精神许多 大少爷 这是这个月 珠宝行的账簿 好 我去拿点夜宵给少爷 多亏元和来得及时 以后得对他好点 小婉 来 小婉 苏小婉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没回来 那我去催催她 苏小婉 厨房没找到 房间里也没人 正是当值的时候 苏小婉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球箱 站住 你有看到苏小婉吗 没 没 到底有没有看见啊 他 秋香 秋香 来来来 秋香 现在万事俱备了 就差你这个东风了 你只要把苏小婉 带到这个角落里就行了 这里头往废弃的别院 平常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进来 我们把她关起来 吓吓她 这样不好呗 秋香 你就是太软弱了 才让苏小婉那个臭丫头 抢了你一等师女的位 你就不想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那 那好吧 我答应你们 岂有此理 你们闹得太过分了 要真出了什么事怎么交代啊 少爷 我知错了 少爷 现在怎么办 先把人救出来 其他再说 这里地处荒凉 空置多年 你先回去叫些人过来吧 我进去看看 少爷 这里你进去不好吧 还是我先进去吧 你快回去 少爷 这里 赶紧去 是 那您自己注意点 还好 小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